很多人民人今天的话题都是这个林内乡长邱世文竟然翘班和县府的女职员到汽车旅馆开房间 被对方丈夫抓奸闹上警局 只是这消息传开之后这个乡长是道歉了 但是他妻子却选择相信丈夫并且坚诚这一切都是选举阴谋 坐在车上投影响吐 所以才在车上 才在那个整个 大家到最近的一个汽车旅馆休息 林内乡长邱世文前一天还细事淡淡 说曾心女子是因为遭到家暴心情不好 他在对方到汽车旅馆休息 坚称两个人是清白的 不过对方丈夫表示早就请征信社跟踪多日 一口咬定两个人偷情 消息传开之后邱世文上午出面 郑重向家人及社会道歉 对我妻子不忠的部分 我在这里跟社会道众深深的道歉 个人的私德部分造成 今天社会上这么大的一个忽媚的影响 我个人难辞其咎 即使丈夫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邱世文的妻子还是选择相信丈夫 她觉得是选举快到了 丈夫是遭到有心人士政治操作 就是有那些反政治操作的 所以你一直没有质疑 没有完全没有 和邱世文上汽车旅馆的曾姓县 妇女职员请假没有上班 虽然她和丈夫已经协议离婚 但还没正式签字 而形象一向良好的邱世文 也因为这起桃色风波 转战现议员之路 出现了重重波折 记得黄总云 廖文斌 云林报导